美國確診武漢肺炎患者康復後 出現了舌頭腫脹幾倍大 無法進食及廣話的症狀 專家指出 目前舌頭發生腫脹的確切原因 還無法得知 估計是免疫系統產生對抗病毒反應 目前美國休斯頓有9位患者 在武漢肺炎康復後得到貴蝕症 其中8位是非裔患者 醫生表示 舌頭腫脹問題以往發生在中風 長期負稅等狀況 現階段無法確定貴蝕症 和非裔之間的關聯 其中一位患者禽獅 Anderley Jones 屬於疫情重症者 曾經使用呼吸機器輔助呼吸 現在雖然康復 但發現舌頭腫脹導致無法進食和廣話 專門研究武漢肺炎舌頭腫脹問題的學者 梅惠爾 James Merville 表示 去年疫情爆發早期 曾治療兩位患者 當時個案的情況輕微 舌頭腫脹情況並沒有嚴重 後繼就醫的個案情況嚴重 舌頭體積是正常人的幾倍大 而且無法進食和廣話 需透過手術撤除過多的舌頭 並舒緩發炎情況 西班牙之前研究出舌頭腫脹 可能是武漢肺炎半徐的病症之一 梅惠爾猜測 個別病例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可能是人體的免疫系統 在與病毒對抗後產生膨脹 所以會導致舌頭、心臟 微部和腎臟等器官體積腫脹問題 敖底並意涮為主 最低吸力的先癮 敖底本身最低亂 叫屎臺 屎裏 換件 穴 是 gence 泥 感谢观看